所以我們帶來關鍵是 前美國白宮國安顧問 波頓曾經主張外交承認臺灣 是知名的抗中友臺人士 他也表態要教諸共和黨的總統提名 波頓這個月底即將訪臺 成為首位有意教諸大選的訪臺政界人士 外交部則表示 臺灣議題勢必成為美國總統大選 辯論中重要的議題 另外被視為共和黨 潛在黑馬的維吉尼亞州州長 楊晶也在今天訪臺 要強化臺美經貿合作 多次表態力挺臺灣 更曾呼籲外交承認臺灣的前美國 白宮國安顧問波頓 是知名的對中鷹派人物 先前太經表態 剿除共和黨的總統提名 現在四月底即將訪臺 參加臺灣人公共事務協會 四十週年晚宴 波頓也成為有意教逐美國大選的首位 訪臺人士 也顯示臺灣議題的重要性 當然美國他自己本身的國內的經濟 安全跟整個大環境 也是他們必須要去了解 不過臺灣議題勢必成為他們辯論中 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主題之一 外交部表示支持臺灣自由民主 有人都歡迎而不只波頓被視為共和黨 有潛力黑馬的美國維吉尼亞州州長楊金 也在此時訪臺 更將臺灣列為亞洲型的首戰 要強化臺美經貿合作 去年臺灣成為維吉尼亞州 在亞洲的第五大進口來源國 也是第四大出口市場 我們非常歡迎維吉尼亞州 來台設置商務辦事處 持續地深化雙邊的經貿關係 先前共和黨的參選人拉馬斯瓦米 才拋出讓臺灣家庭有槍 引發熱烈討論 前副總統潘斯近期也渴望宣布參選 有消息指出他也將會在六月訪臺 在美中情勢緊張之際 對臺的態度及論述 也未影響選民支持 臺灣牌也成為美國大選的重要議題 記者 台北報導